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可有时候邻居也不是好人 得知隔壁寡妇吃不起猪肉 屠夫每天都会带着一块肉 去帮寡妇疏通下水道 儿子宰宰清楚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也只能无声接受 宰宰是不老症患者 不管过去多少年 容貌依然只会停留在六岁这一年 后来随着时间的变化 妈妈也离她而去 长不大的宰宰根本没有能力照顾自己 只能在福利院生活 刚开始还有好心人收养她 可时间一久 她长不大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了 无奈她只能不停地更换收养对象 而她每到一个新家 就会趁父母不在家 偷偷将养父母家原有的孩子 卖给人贩子 甚至为了避免暴露 还直接送货上门 她每卖完一个孩子 就会换一个孤儿院 然后继续装作孤儿被人收养 这番操作下来 她正的盆满钵满 可她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 最终她被抓进了研究所 在这里她结识了她唯一的好友阿猛 阿猛和她大不相同 身体飞速生长智力 却只停留在了六岁 最终她说服阿猛 靠着她惊人的体力 两人才逃出了研究所 并且再次进入一家孤儿院 可令人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这次领养自己的 竟是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光 两人一眼就看上了宰宰 只因为宰宰和他们死去的儿子十分相想 而宰宰也将事情咽在了肚子里 从那以后 她每天只有抱着养母才能入睡 而弟弟阿光如今已经成为 重案组的总督察 有美妻住豪宅简直就是人生巅峰啊 可美好的人生 就是从这里悄然发生了变化 这天她的同事泰哥 在追查一起连环杀人案时 从大厦坠落 而一同被发现的 还有在七楼昏迷不醒的阿光 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十分凶残 每次都要用电钻 在受害者背上钻满孔洞 最后失血而亡 但是如此凶残的人 却只是将阿光敲晕 并没有对他下手 而且根据调查 出事前阿光曾给泰哥打过电话 之前就有两起同样的案件 如今加上泰哥 已经有三个人被放干了血 只有阿光见过凶手后还安然无恙 因此他也就成了众人怀疑的对象 他们等在阿光病床前想要的说法 可不成想醒来的阿光 却出现了短暂性失忆 根本想不起来案发时的情形 并且越回忆伤口越痛 直到晚上阿光平静后 来到泰哥的病房 看着昔日的战友如今成了植物人 阿光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为了尽快找出凶手 阿光第二天直接带伤调查 几名死者都没跟人结怨 死亡状态也一样 几人没有任何交集 唯一相同的是案发地点都在破边中 而阿光就是住在那附近 更离奇的是命案发生的那几天 阿光都在休假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 凶手是在针对他作案 如今的种种可疑之处 让阿光担心起自己妻子和儿子 于是连忙赶回家 幸好二人都没有什么危险 饭桌上他拿出自己的备忘录 询问妻子是否还记得休假的时候 自己都做了什么 小美表示阿光休假都是在家陪孩子 除了泰哥出事的那天 什么都没说就匆匆离开了 阿光十分疑惑趁着妻子去厨房的工夫 询问仔仔知不知道休假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仔仔只说阿光吃了自己做的蛋糕 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阿光着急想要知道真相 却不小心吓到了仔仔 这让小美十分生气为此两人还大吵一架 无奈阿光只好去阳台思考案情 这时仔仔再次拿蛋糕给阿光吃 不料阿光回头时 就看到仔仔的玩具也被钻满了孔 阿光激动地询问仔仔 是谁弄坏了他的玩具 可仔仔却委屈地表示 就是阿光给钻的 阿光瞬间被吓傻了 想起之前案件的报告 阿光赶忙前去杂货间查看 果然工具箱里的电钻不见了 他在杂物间内四处寻找 回头见在门框上 发现了两个带血的电钻孔 而旁边赫然就是一个血手印 阿光不可置信地将手放上去 竟然刚刚好 这些发现让他不得不怀疑 自己真的就是电钻杀手吗 难道自己是人格分裂了 失忆的时候做下了这一切 为了避免被暴露 他用两根铁钉堵住了钻孔 还用油漆将血迹掩盖 一系列离奇的事情 让阿光心神不宁 他来到泰哥的病房找他倾诉 如今知道凶手到底是谁的 只剩下了病床上的泰哥 可如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 凶手很明显地已经把他当作目标 不仅跟他回过家 还在他家里做了手脚 害怕妻子有危险 他赶忙再次回到家里 令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之前被他掩盖过的血手印再次出现了 钻孔里的钉子也不见了踪影 如今他可以肯定 凶手一定来过自己家里 他慌忙地寻找妻子和仔仔的身影 发现二人没有受到伤害 他赶忙锁紧门窗 并命令妻子不能随便外出 妻子对此行为很是不满 但还是选择接受 阿光觉得自己精神出现了问题 于是找到医生了解情况 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去做了检查 可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 于是他再次前去检查受害者的尸体 从背上的钻孔发现 这些孔洞都是有规律的 似乎是什么图案 他连夜查阅资料 可翻遍了所有的网站都没找到线索 累得最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就在此时又一起命案已经悄然发生 警方接到一辆卡车司机报警 说自己不小心碾到人了 可警方感到后看到的情形 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女人头上钉着的钉子 正是阿光之前塞进门框上的那两枚 而这次的事发病 依旧是阿光家附近 等结束这一切回到家 阿光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 就当阿光和妻子准备深入交流一下时 屋外传来了崽崽的哭闹声 等二人赶到时 崽崽一直指着窗外说怪兽 阿光紧张地去窗口查看 却没发现什么异常 无奈小美只好抱着崽崽哄她睡觉 回到房间的阿光始终无法入睡 就在这时她竟在儿子崽崽的画作中 看到了一幅兔子画像 这图像她似乎在哪里见过 此时她突然想起 这赫然就是死者背上一样的图案 第二天医生就通知阿光 她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脑部的扫描一切正常 之前受过的伤也基本恢复 但是在血液里检测到了药物残留 并且这种药物的浓度还非常高 很像是慢性中毒导致的 这种药物会出现副作用 导致病人头晕或者短暂失忆 由于药物作用比较大 是无法恢复记忆的 这让阿光十分焦虑 再次来到女乞丐被关的现场查看 不料这一幕刚好被同事发现 两人聊天时阿光的行为越来越诡异 甚至声称遇见了凶手 拼命地追了上去 可最终什么都没追到 回到家后妹妹拿出一些旧照片 但阿光却从中发现了一场 一张小时候的照片 上面的几个玩伴 竟全是前几起案件的受害者 为了避免同事发现 阿光偷偷地将照片塞进了沙发缝隙中 就在这时仔仔拿着一堆画放在了桌上 而其中的一张兔子画像 让同事十分震惊 拉着仔仔着急地询问 而仔仔则是一脸天真的表示 这是爸爸画的 仔仔的话让同事瞬间变了脸色 回到警局后同事翻看被害者的遗物 竟在其中发现了一张阿光儿时的照片 并且几名受害者全在其中 此时同事接到电话 泰哥已经不致身亡了 同事已经完全不信任阿光了 他默不作声地带着阿光 来到一处海滩质问他 为什么同样的兔子图案会出现在他家 而出事的几天他都在休假 见阿光还是不肯承认 直接拿出照片问他 为什么几名死者都是他小时的玩伴 阿光知道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便要求同事给他一星期的时间 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抓住凶手 他就自认倒霉 可如今铁证如山同事怎么会相信他 只觉得阿光是在拖延时间 阿光为了抢夺照片 两人撕扯起来 无意间同事不小心失足掉下了堤坝 头部重重地磕在了石头上 阿光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两人的误会也越来越大 同事以为阿光是想灭口 于是拿出电话就要报警 可却被阿光死死拦住 此时他已经彻底失控将同事杀死 他故作镇静地回到家里 躺在沙发里回忆起案件的所有细节 他现在都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 难道自己真的就是凶手吗 他再次来到杀死同事的地方 正在沉思着 突然察觉身后似乎有什么异常 一转身就看到一个乞丐鬼鬼祟祟的 他连忙追取 哪知乞丐竟朝着儿子仔仔的学校跑去 乞丐身手敏捷速度极快 看到乞丐抱着仔仔他吓坏了 连忙上前大声呵斥 乞丐见此顺势丢下仔仔逃走了 阿光本想继续去追 不料仔仔痛哭着让爸爸不要丢下他 阿光只好返回抱着仔仔安慰 这一系列的事情让阿光十分害怕家人受到伤害 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甚至连窗帘都不敢拉开 还拿着一把刀四处乱光 就在这时他在楼梯口 再次发现了那张儿时的照片 仔细查看静在照片角落 看到了一个小男孩 而照片上的男孩竟和仔仔长得一模一样 这让他回忆起这个男孩 三十年前突然出现说是他的哥哥 于是他就将男孩狠狠地欺负了一顿 不等阿光询问 仔仔就坦白了一切 自己本来就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他的哥哥 只是因为患了不老症 所以三十年来没有丝毫变化 当年母亲带着他来找爸爸 哪知爸爸为了荣华富贵 早就另娶他人还生了一儿一女 害怕他们母子影响他的生活 毅然决然地将他们赶出了家门 仔仔还因此受尽了凌辱 之后母子俩相依为命辛苦度日 能改变伙食的方法 只有母亲靠着身体换取的猪肉 后来母亲去世后 他还被抓去研究 受尽了非人的待遇 逃出来后他借着不老的身体 成为了弟弟阿光的养子 还天天霸着弟妹一起睡 如今他就是为了复仇 而阿光的失忆也不是偶然 那都是仔仔在蛋糕里动的手脚 为了报当年欺辱之仇 仔仔专门找到了他儿时的玩伴下手 并且将所有的事情 都嫁祸在了阿光的身上 此时的阿光还是无法相信 一个孩子竟然能做出这么多事情 可仔仔却说 这一切都是乞丐阿猛帮他做的 他们是在研究所相识的 也是他帮自己逃出那里的 至于他之所以要杀泰哥 完全是因为泰哥曾说过他长不高 就此他怀恨在心 用阿光的手机约出了泰哥 并让乞丐阿猛打伤泰哥后扔下了龙 然后将阿光引到了案发地 将警方的视线引到了阿光身上 得知这一切的真相 阿光崩溃了 此时的他恨不得马上解决这个恶魔 但是仔仔的尖叫声 引来了妻子和妹妹 众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他 甚至都觉得他是疯了 竟然对着自己儿子下手 如今不管他说什么 大家都不相信 从那以后 仔仔就趁着没人试掌挑衅他 最后阿光忍无可忍 趁老婆妹妹不在家 将仔仔拖到了海里 想将她淹死 仔仔今生哭求 阿光本以为就此可以解决仔仔 哪知仔仔丝毫不慌 竟在海里悠闲地吹着口哨游着涌 看到仔仔这副模样 阿光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拼命地朝家里赶去 可此时火上的汤还翻滚着 却怎么也找不见妻子的身影 最终她在烤箱处看到一缕黑发 此时她气不成声 颤颤巍巍地打开烤箱 就在这时电话里传出医生的声音 原来妻子小美已经怀孕 刚预约了产检 此时阿光愤怒极了 就想冲出去解决仔仔 可就在她出去的瞬间 仔仔将房门反锁 而身后阿萌也手持电钻出现 好在玻璃上的影子 让阿光及时反应过来 躲过了致命的一击 两人一番缠斗 阿光顺利地解决了阿萌 可此时仔仔早就趁乱逃走 阿光手拿电钻出门寻找仔仔 此时的她已经沙红了眼 终于在一处桥下找到了仔仔 就当阿光已经将仔仔逼入绝境 打开电钻准备解决这个恶魔的时候 警察及时赶了过来 知道警方距离比较远 仔仔再次轻声挑衅阿光 说她已经没有了机会 等她死了以后 她就可以靠着妹妹生活了 说完自顾自地表演起来 听到仔仔拿最后一个亲人威胁她 阿光忍无可忍打算出手 就在这时警员及时开枪射击 仔仔才没被伤害 虽然结局不尽人意 但是我们始终要相信 善恶到头中有报 真相总有一天会明了 法律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